我们今天总共有585例 这里面包含新增的366例 这里面364是本土 两例境外移入 交证回归个案有219例 交证回归案子仍然多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新增的364例本地病例为186例男性 178例女性 年龄介于未满5岁至90多岁 记者会上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也公布了岛内施打新冠疫苗的最新情况 我们昨天有接种了56157人次 那其中就是这些都是公费的对象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累计的接种是62029人次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世忠研判 可能有新一波疫情高峰 近日 台北市信义区养老长期照顾机构 传出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后 新北市土城基隆市也传出 长照机构分别有33人及5人染疫 土城案例中99岁长者过世 淡水马皆因为全院普筛 发现6名患者 4名陪病家属及3名护理师确诊 国泰医院也有一位急诊医师确诊 此外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宿舍大轮馆 也有4名住宿生确诊 台北市政府对宿舍314名学生快筛 检出14名阳性 封装测试大厂晶圆电子 发生外籍老公宿舍群聚感染 两天来共13人确诊 苗栗县政府匡列接触者227人核酸裁检 2日下午检出26人阳性 高雄市政府5月30日宣布 针对长照机构所有照护及行政人员 进行全面快筛 高雄市卫生局3日早上表示 高雄市区某东大楼内 至少有9家住宿型长照机构 除一家没有出现快筛阳性外 其他家的工作人员都出现了快筛阳性个案 以要求在2日晚上到院复演 值得关注的是 台湾长照产业联合协会理事长吴明树表示 协会接获高雄市长照业者反应 配合高雄市政府指示 将院内的员工及老人送到医院快筛 但快筛结果迟至隔天才出炉 被确认快筛阳性的老人或员工 需进一步接受PCR裁检 但他们已在机构内滞留近一天 万一最后确诊 这一天之差 形同致证兼养护机构与险境 台湾长照产业联合协会认为 简直荒腔走板 长照机构城岛内本土疫情重灾区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号被媒体问及 实际染疫情况时 以无额外细节可提供回应 3号有媒体提报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实际都能掌握相关统计后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台湾现有60家长照机构被波及 我们这边会统计的都是他们大概第一次有出现确诊的这个人数 累积起来的话呢 是47位工作人员 以及133位的非工作人员 对于无额外细节可提供 一说罗一军辩称不是没有人数可以提供 而是有各自的细节故事发展的脉络 像是新北土城台北信义的机构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都会交代 若有具体的群聚事件 简易调查报告出来后会详细说明